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 在這裡呼籲大家有能力的可以支持Patreon頻道 還有記得訂閱星期二日報和星期二新聞集團這兩個頻道 好 開始 都想再跟進一點點亞視的清盤 雖然它清極都不知道為什麼整天撿極都還可以永恆地撿 果然是亞視永恆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民間傳說之一 有亞視暖男之稱的黃首東 其實之前都有提過他 他的公關公司上年就說 跟亞視提供了一些公關服務之後 一直都收不到錢 早前入品區法院向亞視數碼媒體追討13萬 法庭也在今年9月2日處理這案件 也裁定了亞視暖男黃首東勝訴 也獲判重費 黃首東留意到有傳聞有另一間公司 申請將亞視數碼媒體清盤 他就即時指示了自己的律師 告訴他亞視好像準備清盤 不過其實我追了13萬 但律師費都不知道 所以我會知道 雖然我覺得有時候未必是完全錢 我不知道他為原德證為錢 正什麼 Anyway 他就說 如果亞視的股東和管理層 是以清盤作為逃避債務的途徑 就覺得他非常可恥 也都相信一切自有功倫 近年亞視比較出名的 除了亞視暖男 本身也不認識他 近期因為他追數我才認識他 這個亞視暖男 當然還有亞視一姐影兒 比較轟動 還有經理人林寶玉 都是亞視近年 我覺得見證得比較高的一些人 昨天我有提及過 秋水王 我偶像的林作 他就跟阿儀招手 跟阿儀說 叫阿儀簽他 口意令他 即是說他為自己捧紅人有一手 我也深信是的 林作他捧紅自己也是這樣捧紅 他這樣的外表 不過偶像的美夢就越歲了 因為阿儀在社交平台宣布了 他說多謝林作你關心我 我今天就跟AMM簽約了 不過這間AMM其實也是亞視的其中一間子公司之一 就由林文龍擔任這個副總裁 根據消息更加說 阿儀是被神秘老闆看中了 將會去馬來西亞發展 他經理人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或者林寶玉接受訪問的時候都說 都想等他的官司完結 之後才會去馬來西亞發展 已經收到馬來西亞的電影劇本 現在在恰談內容 其實在星馬港台都有的 因為這個AMM 即是亞洲心動娛樂 在這幾個地方都會有基地 至於為什麼阿儀無故會走馬來西亞發展 林寶玉就說 因為阿儀的攬枕在當地 就非常受歡迎 相比建華集團朱玉威來說 阿儀似乎的發展 就好像比較明朗一點 好了 這節的內容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提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